騎警公他有一個嗜好 他工作忙完以後他喜歡打獵 他特別喜歡一隻白色的骏馬 他經常工作之餘 騎著白色的骏馬在山峰奔馳 他覺得非常的快樂 但這個白色的骏馬 有一天被養馬人養死了 養死了當然這是大事情 被抓起來被綁在這個墊上 那麼這個騎警公一聽說他的白馬被養死了 非常生氣的暴怒 就拔起他所配的刀 就跑過去看那個意思是要一箭把對王給刺死 這個時候燕音趕快跑出來把他擋在前面 說大王慢 就這個小事不用你親自操刀 我幫你做 他就把大王的刀搶過來 他用刀就指著前面跪在前面那個養馬的人 他說你該死 你換了三條重罪 第一個 你把這個大王最心愛的馬給養死 死令大王暴墓 所以你該死 乃至於要殺你 所以你該死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該死 如果大王把你給殺死了 那麼這個時候齊國人民就議論紛紛 說大王這個人 沒有威信 就為了一隻小馬 就把人給殺了 那麼老百姓就會對大王就失去的擁護愛戴 這樣子造成的齊國的政局不穩定 所以你該死 第三個 你該死 這件事情傳到諸佛國去 這些諸佛就議論紛紛了 說齊景公就這麼點出息 那麼為了一匹馬把一個人殺死了 那麼死令齊國的威德上司 那會招感諸佛對我們的侵戀 所以你因為這三件過事 齊景公聽了以後說算了 算了 別殺了 燕音的一句話 他做了三種功德 第一個 他拯救了這個亞馬人的生命 第二個 他保住了齊景公在國內的威信 第三個他保住了齊國在整個諸佛國的威德 使令整個內部的政局安定 使令這個佛國之間的減少了爭亂 就這麼一句話 其實我們佛教徒應該向燕音學習 我們應該要多多的促進佛教團體之間的互相合作 把這個佛教的這種多元化的 因為佛教是很難哪一個團體能夠具備所有的福德智慧資料 不太可能 所以必須要靠菩薩來穿梭期間來使令這個團體合作 來提供眾生的一個修學的機會 這個就是為什麼佛陀自令不能自葬毀他 應該要多講和和語 我們就做了一句話 從名字, 因為之前典都有九尊 十二, 次, 三